京州的这份奏表准了 谁让朕没有更好的法子 去帮他解决京州的流民问题呢 而且这些流民真到李秋那边 以李秋爱民如此的性情 朕也倒是放心了 这些天遵照你的安排 我已经将腰州城北 这片草原上的部落位置大概找了出来 手兵不多 部落中的马居羊群倒是不少 三天后 幽州的七千大军兵分三路 罗可新和罗良 分领两千人马 按照阿克之前探查到的地图 兵分两路 对幽州城几百里内的部落进行突击 而李秋则是亲自率领两千惊旗 直击千里之外的突厥草原腹地 最终 还没到预期距离的三分之一呢 李秋就不得不下令返航 包大帅 突厥撤兵了 你说什么 突厥撤军了 回令诸位将军 确实如此 突厥撤军了 没有道理啊 他们会在这种时候选择撤军 通过之前的迹象看来 对面的突厥和知识私利 明摆着 就是要在攻克京州城后才会撤军的 亲密观察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静 而就在当天下午啊 一封紧急军报 送到了李静等人的手中 幽州城守军兵分三路 对突厥草原进行袭扰 一路放火焚烧草场树作 李秋这小子 这一手干得漂亮啊 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他区区几千人马 按理说也造不成多大的威胁 那怎么就能让这突厥退兵了呢 今年这场大战下来 突厥是死伤了十万人之多 你以为他们就能不肉疼 李秋此举不过是引发了突厥内部 各部所矛盾的契机而已 不过他选择的这个时机却是无比精妙的 不管怎么样 对于我们来说 这都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传令下去 全军休整 另外 上表朝廷 补席一切代价 也要调拨款项 全力修处荆州等各地城池 真的没想到啊 今年这一局棋的胜负手 竟然是出在了李秋这里 这可是大功一件 理应当赏啊 传臣执意 从今日起取消一仓 另外 清空服裤 动用半数皇家内裤 出太上皇那里 今年 长安城所有皇家支出 一律缩减 尽全力安抚流民 驻李京那边修处城池 以朕的姑息 纵使如此 也是远远不够的 王规 玄灵 你们还要率领朝臣 继续地想办法 另一边 幽州 李秋 罗可新 罗良 此行啊 满载而归 鲁回马匹三千余匹啊 杨军一千余之 就在这时啊 朝廷 骇往山东赈灾的 钦差魏征 给他来了一封亲笔的书信 信中说 如今山东地界 情况极差 甚至是已经开始有饿死的百姓出现 但是朝廷无粮 恶地周见也没有粮啊 信的最后 魏征也在向李秋发问 他的十三周这里 还能不能 接纳流民呢 下官奉我家王爷之命 前来拜见大人 你们家王爷李秋的怎么说呀 回禀大人 我家王爷对于山东一带的灾民情况 也是无比的关切 怜悯 这一次 王爷派我们来 就是辅助大人将流民 迁移到幽州的 好 好 好啊 李秋死死 我果真是没有看错人啊 赶问大人 不知这一次山东之流民 大概需要转移多少人口啊 这整个山东啊 受灾面积很大 连续两年的灾黄下来 这数十个州的百姓们 都是嗷嗷待哺 要说流民啊 至少 也要有十几万之多了 不知你们十三周那边 能够帮忙接纳多少 哪怕是一万 两万也是可以的 哦 魏大人 我家老爷说 若是魏大人这边 真的是苦无对策 我们幽州等十三周 可帮助大人 接收十万流民 你说什么 你们能接收流民十万 是 确实流民十万 我的天啊 你们这十三个州 今年到底是打了多少粮食啊 竟然能容得下这么多的流民 不过 只要能将这最严重的十万流民分走 今年山东的灾情便可无忧意 那魏大人也就无需犹豫了 尽快地向朝廷上报 待朝廷批复之后 我们就可以领着这些流民 北上幽州 知识司令 气壁合力 你们可以合议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冬季正式来到之前 先把那个幽州和幽州军铲除掉 我的心中是支持 以时宜难的说法了 这幽州军 确实是很惹人厌的一处幽魂 何涵 元帅 这幽州城 我们怕是顾不下来 思杰齐金 你这个闹主 这种灭自己志气的话 你竟然也能说得出口 那区区幽州城 去年还刚刚被我们焚成过 又有什么了不得的 如今我们还没有出征 你就急着认输了 你还算是男人吗 放屁 你们何时见我思杰齐金怕过死呢 今年可汗留下我 镇守草原腹地 而当听到有幽州军 袭绕我草原各部落时 我思杰斜金就率领两万精锐感知 却不料那幽州降临狡猾 没等遭遇就逃回到了幽州 我气不过 又带了兵马追了过去 想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给你们报仇 可是等我到了幽州城进驻时 却是给吓了一大跳